人气女团七朵花是由赵小乔、陈乔恩、小杰、须明杰、赖威如、馒头、邱伟芬、宰宰、周立岑、王宇杰组成 1月4日,赖威如在社交账号中分享了姐妹聚会照 只见五姐妹相约一起露营享受假期 她也感叹时光飞逝 期许姐妹们未来也能维持好感情 不管在何方都会替彼此充电取暖 赖威如也借机庆祝即将进入18年的姐妹情 她也晒出了大家一起度假露营的照片 只见陈乔恩将男友Allen也带在了身边 小情侣真是形影不离 恩爱的模样恐怕让好姐妹也吃了不少狗粮吧 照片中 陈乔恩将下巴靠在Allen的肩膀上 模样相当甜蜜 而Allen的脸上也露着幸福的笑容 据悉 两人自恋爱综艺女儿们的恋爱中相识相恋后 已交往两年的时间 如今感情非常稳定 前段时间外界好奇两人是否孤入婚姻 陈乔恩则低调表示 不希望外界过度关注她的感情现状 希望给予两人空间 看样子两人也慢慢度过了磨合期 在与七朵花姐妹合影中 陈乔恩则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 和姐妹摆着各种可爱的造型 关系非常亲密 难得抽出空闲时间好好放松一下 这样的时光格外美好 有男友陪伴 有闺蜜在身边最幸福的是莫过于此了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近段时间陈乔恩的食欲很好 她肉眼可见胖了一圈 尤其是大腿 比之前明显粗了 裤子也因腿变粗而紧身了很多 脸蛋也圆润了 这是被爱情滋润的献幸福肥了吗 此前 台媒曾拍摄到陈乔恩与Allen外出约会的照片 也形容陈乔恩的身材很像是怀孕的样子 然而究竟是吃胖了还是怀孕了 目前不得知 两人近段时间平凡与好友聚会 私下也都是到处寻觅好吃的 变胖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 台媒之前也爆料陈乔恩已开始备孕 对此陈乔恩的经纪人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否认了关于两人结婚仪式并非是真的 陈乔恩还删除了现实动态 从而引人猜测 另外在合影中 陈乔恩还故意将包包放前面遮挡肚子 对比其余的姐妹 并没有拿包这个举动 所以这究竟是故意遮挡的 还是无意的呢 有粉丝也注意到 陈乔恩这次与七朵花姐妹相聚 还穿着去年与姐妹聚会时的上衣 足以看出 陈乔恩是个很长情的女孩 想必这件衣服对她而言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私下也是很节俭的 从陈乔恩与男友近期的动态可以看出 两人的感情比想象中的还要甜蜜 上个月陈乔恩还为Allen庆祝生日 两人当众搂抱频繁放闪 从这些亲密的行为可以感受到 即便两人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恐怕也就是差一道手续了 已经认定了彼此 至于是否怀孕 这恐怕还需要当事人亲自回应 不过 前段时间陈乔恩生病住院 看他发布的动态不像是怀孕的样子 所以大概吃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看他现在如此幸福 这一天恐怕也会很快就来到了 希望两人2022年能传出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